19岁 跆拳道女将罗嘉玲 为中华代表团再添一面奖牌 是个一夜 罗嘉玲仍然难演喜悦的心情 上午她透过视讯电话 开心跟爸妈聊天 说自己其实很想家 也迫不及待 想要把赛场上的事情都跟家人分享 她也在脸书上说 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 包含了中华奥会 林宏道主席以及体育署长官 还有中华民国跆拳道协会 说感谢他们给她力量 让她有机会站上奥运的舞台 而昨晚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发文说 嘉玲振奋了全台湾 没有想到会真的会满快的 我满开心的 透过视讯电话开心跟爸妈抱喜讯 我国中华女将罗嘉玲 在夺得跆拳道同牌后 隔了一夜仍难演喜悦心情 现在最想做什么 最想回台湾吧 透露其实很想家 迫不及待 要把场上赛事都跟爸妈分享 因为爸爸就是他最好的老师 罗嘉玲出身跆拳道世家 爸爸罗文祥是跆拳道教练 哥哥罗玉成也是选手 从小就踏上跆拳道之路 今年才19岁的他 拥有183公分的高挑身材 过去曾拿下世界青少年锦标赛金牌 参加奥运都是头一次 初次登场就夺下铜牌 就连总统蔡英文都在脸书上发文说 这一晚的嘉玲振奋了全台湾 家人也相当兴奋 是很惊喜的 倒不是很意外 因为他这一路走来的进步 我们当然也是很看好他的表现 看看我国台拳道的出赛战机 从2000年选离奥运起 连世界都有奖牌进账 但夺牌记录在上一届 里约奥运中段 今年被寄予厚望的苏博雅 和黄运人又都在首战出局 反而是年纪最轻的罗嘉玲成了大黑马 但别看他个性活泼又外向 爸妈说女儿其实很黏人 练习过程中也有过低潮 那从国中转高中才半年的时间 然后马上转到成人组去训练 完全都跟不上 所以那时候是他最辛苦的半年 罗嘉玲从高一开始 就从青少年等级跳到国家队 刚进国训时几乎天天在哭 看得罗霸罗马好心疼 差点叫他放弃 还好最后撑了过来 也成长许多 不过他连奥运铜牌 有国光奖金500万元也不知情 罗妈妈还开玩笑 叫他把钱拿来买房子 罗嘉玲的辛苦训练总算有了代价 冬奥夺牌成了提前惊喜 接下来会瞄准明年杭珠亚运 继续全力以赴 记者徐杰周伟杰 SNG小组新美食采访报道 中华队黄金混双 郑宜静凌云如昨晚抢进四强 郑宜静的父亲跟台南乡亲们 全聚在人寿工广场观看转播 要为中华队加油 只是要闯进金牌战真的很不容易 墙碰到了地主日本队 两人一路苦战 分数非常胶着 郑宜静的爸爸更是紧盯一幕 阿嬷还紧张到双手和时不断祷告 最终很可惜无缘冠军赛 也让老父亲替女儿感到惋惜 眼眶泛泪 一个人躲在墙角哭泣 加油海豹通通自己DIY 台南乡亲替家乡选手打气 齐聚人寿工紧盯四强赛事 为的就是我们的中华桌球 混双代表选手林云如和郑宜静 这次强碰劲敌日本队一路苦战 为了振奋士气 现场加油声不断 大家都不想输 中华队和日本上演拉锯战 比数持续焦灼 依静爸爸紧盯荧幕 阿嬷紧握双手替孙女祈祷 但分数持续落后 依静的爸爸难掩失落情绪 心里真的非常的痛心 眼睛都放红了 但是我就只能说 明天同牌之战 我们一定要拿下 为台湾争取21年来的奖牌 强人泪水 老父亲红了眼眶 替女儿感到不舍 最后躲在角落哭泣 看着女儿一路苦战 最后还是输给日本队 家人都替一镜感到可惜 真的还蛮可惜 尤其在第三局的 9比9那两个关键球 如果那两个拿下来的话 如果拖到战局 那第七局有可能就不分上下了 虽然无缘抢进金牌战 但同牌之争 我们的中华选手们绝对 力拼到底 记得台南综合报道 其实昨晚这一场桌球混双四强赛 很多人看了跟着很紧张 包括苗栗市有一位联系民众 昨晚看比赛 最后发现中华队输给了日本队 只能争取铜牌 气到持了榔头把电视给砸了 还把画面转贴到网路上 说他做到做到 很多网友留言劝他说 不要太冲动 认为这电视也太无辜了 拿起榔头就往电视砸下去 一下不够两下三下四下 为什么会如此气愤 开设铁工厂的林姓男子表示 二十五号晚间一边看着电视转播 东京奥运桌球混双四强赛 没想到中华队输了无缘金牌赛 因此气得很砸电视 原来林姓男子的朋友都认为 日本队实力坚强 加上有地主优势 中华队可能无法获胜 但他坚持要支持国家队 因此和朋友打赌表示 如果中华队输了 就把电视砸毁 尽管这台电视已经看了十几年 有点舍不得 不过还是说到做到 林姓男子把杂电视的照片转贴上网 迎来网友回应 太激动了 电视何孤 应该是想换电视吧 也有人支持表示 哥就是帅 林姓男子也不忘提醒大家 桌球混双二十六号晚间 将进行铜牌争夺赛 呼吁全国民众一起为林云如 和郑怡静加油打气 记者张欣杰苗里报道 奥运柔道比赛当中 有眼尖的观众发现了 夺下银牌的杨勇伟 跟日本夺金的高层直兽 两名选手的耳朵 跟大家不太一样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柔道耳 因为选手在训练过程当中 耳朵会跟地板 衣服等等反复摩擦受伤 造成了耳廓产生 阳囊总纤维化 也正是苦练的证明 这有人开玩笑说 路上看到有这种耳朵的人 可千万别招惹 杨勇伟在冬奥中 一举夺下银牌表现出色 圈粉无数 不过也让观众注意到 特别的地方 仔细看杨勇伟的右耳 跟一般人长得不太一样 有点纤维化 这是俗称的柔道耳 杨家三兄弟全都练柔道 弟弟说训练或是比赛过程中 耳朵反复摩擦流血受伤 长期纪念累月所造成 兵赋 兵赋 然后一直兵赋 杨勇伟的右耳比左耳还要明显 中华奥会脸书也曾经介绍 除了柔道像是摔角 或是综合格斗的选手 因为长时间地面训练 耳朵长期摩擦重复撞击而形成 软骨受伤之后呢 它里面的组织液就会渗出 就会产生血肿 那血肿如果没有办法 做适当的治疗之后呢 它就很容易就会变成 里面会纤维化跟钙化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听力就会受到影响 否则的话 只有一般在外面 上面这个地方肿起来的话 就比较不会 医生说严重的话 耳朵一压就会痛 无法测睡 运动员如果不再从事相关运动 可以考虑手术改善 除了杨勇伟 日本柔道金牌选手高腾直瘦 左右两耳都是柔道耳 相当明显 对他们来说 这些都是心情苦练下苦功的特殊印记 就有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鸟